望着脚下波涛汹涌的海面 男人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 然而也正在这时 不远处一辆摩托车静直撞向了护栏 顾不上完成刚才的自杀 心底最深处那份善良促使着他来到事发现场 看着女孩那如秋日晴空般明镜的双眼 她已经死去的心不知为何竟重新焕发了一丝生机 为了能尽快联系到她的家人 杰克小心翼翼地在女孩身上翻找起身份证件 可任凭她摸遍了所有口袋 最终仍一无所获 很快救护车赶到 望着昏迷中的女孩 一个大胆且荒诞的想法在杰克脑海中浮现 刚陪着来了医院她就被医生喊去问话 在被问到和病人的关系时 杰克竟称自己是她的男朋友 短暂犹豫 她视线扫过医生口袋 因为安妮已经失忆 身上又没有可以证明她身份的证件 所以无论杰克怎么编造 医院也都无法查询真伪 数个小时过去 安妮在医生的救治下已经苏醒 果然一切如杰克所想那般 她失去了事发前的所有记忆 被医生告知眼前男人是自己男友 安妮面露不解 依稀记得昏迷前她曾问过自己名字 如果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杰克为什么会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仿佛是预料到了她会这样发问 杰克对昨晚的一切失口否认 并表示那可能是安妮受创后产生的幻觉 闻言 壁旁的医生们没有多虑 当事人安妮则半信半疑地躺回了病床上 女友的离去将她拉入了无尽深渊 对生活已经近乎绝望的杰克 如今却因安妮的出现重新被灌满了生机 轻生的念头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可令她万万也不会想到的是 安妮所谓的失意压根就不存在 一切的一切不过都是一场没有预谋的巧合 接下来的两天里 杰克抽空就会来到医院 打着陪同的名义为安妮灌输自己想要让她知道的事情 用以加深在她内心自己是她男朋友的概念 眼看着效果已经达到 为了不节外生枝 她选择偷偷带安妮离开医院 谎称去完成两人还未结束的度假计划 毕竟在这里医生每天都会针对她的病情做康复训练 保不准哪天她的记忆就会恢复 就这样一段关乎爱与猜忌的旅途开始了 穿过微风拂面的高速公路 两人找了出咖啡店歇脚 安妮好奇地问起有关于杰克的事情 为了不让自己的碌碌无为在她的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杰克再次撒谎称自己是一名短跑冠军 退役后组建了乐队 如今功成名就选择了隐退 看到安妮一脸崇拜的样子 杰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历经五个小时的赶路 他们到了一处名为红松鼠的公园 这里是附近唯一被允许露营的地方 在登记身份时 杰克注意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安妮竟可以非常流利地写出自己给她编造的姓氏 那丝滑的笔记就仿佛富恩特斯本就是她的姓氏一般 选了处足以放下帐篷的空间 隔壁同样来度假的一家向两人这边打了招呼 并还指派了两个孩子前来帮忙 晚上 为了表达感谢 杰克请了这家人一起用餐 众人交谈不断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他有意带动话题 不想让这对夫妻知道安妮失忆的事情 可该来的还是会来 女人介绍了自己那13岁立志要成为催眠师的儿子 还有两个调皮可爱的女儿后 询问了有关于他们两人的事情 杰克有些感到吃惊 她没想到不用自己转移话题 安妮竟会主动撒谎掩饰 深夜 此时用餐已经结束 女人向安妮分享了自己的结婚照 杰克就在帐篷内提心吊胆地听着 她担心安妮因为女人某一句不经意间的话被唤醒记忆 帐篷内 拥有记忆的她明明知道杰克是在说谎 却还是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继续发问 看着绞尽脑汁回答自己问题的她 安妮虽然面色没变 但内心却早已经乐开了话 次日 两人到公园的公用洗手间进行了洗漱 而后一起来了沙滩上晒日光浴 昨晚那对夫妻的两个孩子也出现在这里 因为听说了两人都曾是运动员 小男孩内心不免燃起了一针高下的念头 两人一起跃入水中 岸上的杰克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安妮真的会游泳 而且竟然还游得那么好 看着他领先小男孩率先来到终点 杰克内心不免开始有些疑惑 安妮真的失业了吗 如果是真的 他又怎么知道自己会游泳 如果是假的 那他这么做的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 晚上 一个露天餐厅内 杰克问出了白天的疑惑 为什么你会游泳 而安妮面对这样的问题 也只是随口敷衍说 不清楚 或许是肌肉记忆 联想到两人从医院一路来都是他在骑摩托 肌肉记忆的说法自然也就成立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酒后一起漫步公园 贴近观察感受大自然 湖水里嬉戏打闹 随着他们对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 感情也在悄然间愈发浓厚 见安妮迟迟迟没有恢复记忆的迹象 杰克不惜反忧 如果说初次相见冒充他的男友是见色起义 那么现在他却是毋庸置疑地爱上了安妮 他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杰克心弦 愧疚欠意充斥整个心头 浓浓的负罪感使得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挑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安妮坦白真相 可还不等这个所谓的时机出现 一个新的疑惑就困扰住了他 逛超市时 他无意间听到安妮与卡门聊起家庭上的事 杰克不清楚他是在向卡门撒谎 还是真的记起了什么 不等他向安妮再次访问 安妮的问题一时间让他疲于应付 心底的疑惑也就再没有问出口 可又是一段时间的相途 仍不见他身上任何变化 结合他们相处时的种种细节 杰克萌生出了一个接近真相的念头 剑从安妮这里得不到答案 杰克请来了卡门的催眠师儿子 安妮也十分配合一点没有抗拒的意思 因为这段时间和孩子们的相处中 她发现所谓的催眠 不过是小男孩妹妹为了照顾哥哥自尊心眼的一场戏 安妮将计就计 伴随着小男孩的话语结束 她身子一软便躺倒在了地上 杰克见状立刻只走了两个孩子 安妮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通过所谓的被催眠 有意向杰克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 原来她有着一个不幸的婚姻 丈夫常常对她施暴 那晚她骑摩托撞破栏杆 不是因为刹车失灵 更不是想不开 而是丈夫就在后颈追着她 安妮知道自己被抓回去的后果 所以才想到了这么一出假装失忆的戏码 即便当时杰克不说自己是她的男朋友 安妮也会赖上她寻求庇护 得知这一切的真相后 两人的感情不但没有因为这些谎言的存在而疏远 相反还更加的紧密 可从这之后开心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变故就发生了 两人正在和卡门一家享受着晚餐 收音机里传出声音 所有特征军和眼前的安妮吻合 众人用警惕的眼神望向两人 杰克一番思索后打破沉默 将一部分事实说了出来 听闻安妮竟然有这么可怜的遭遇 卡门的丈夫二话不说了就拿起电话拨通了广国里预留的号码 本医是想帮助安妮伸张正义 却不想她在无意中暴露了这里的位置 次日天刚亮 杰克就给远在数千公里外的一个亲戚打了电话 为了帮助安妮永远摆脱她那禽兽不如的丈夫 杰克决定带着她逃离这个国家 但还不等安妮收拾好昨天才清洗的衣服 见到安妮口中的丈夫出现 杰克站了出来认真地说到 安妮已经对你没了感情 她是不会和你回去的 只见男人没有反驳 转身找到一把剪刀 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自己脸就剪了下去 安妮脸上没有出现惊恐的神色 拔腿就来到摩托车旁边 二话不说启动朝着远处开去 此刻的杰克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安妮会那么想要逃离这个男人 她不敢想象 和这么一个神经病待在一起的日子该有多么的难熬 为了阻止男人开车去追安妮 杰克冒险抓住车窗坐来了副驾驶 期间两人大打出手争夺着驾驶权 忽然男人开始放声大笑 朝着一处悬崖静止开去 车辆重重砸入海中 男人因为没有借安全带的缘故 永远地沉睡在了这里 杰克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也从此失去了安妮的消息 生活再次陷入一片灰暗 她又通过广播寻找 可一个月时间已经过去 杰克却是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她的线索 望着死去王妻与自己的合照 她再次燃起轻生的念头 可也就在这时 杰克视线注意到了合照后方的一个红衣身影 那人就正是安妮 原来 她早在数年前就注意到了杰克 并且一直在暗中偷偷喜欢着她 大桥事故是一场意外的缘分 也是命运的开始 杰克仔细搜索了脑海中所有记忆 忽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B身口袋上的富恩特斯 安妮登记时的富恩特斯 还有她的真实姓名叫索菲亚富恩特斯 联想到自己能轻易带着安妮逃离医院 并且在之后没有任何人追查 加上姓氏相同 杰克才有了这个大胆的猜测 她知道所有的内幕 包括妹妹早在几年前就喜欢杰克的事情 从她这里得到一个地址 杰克驱车来的距离这里数十公里远的一处动物园内 听到熟悉的声音 安妮缓缓站起身 她知道杰克迟早会找来这里 她相信杰克并不是除了说谎一无是处 影片虽然伴随着互相欺骗和利用 但相处期间却并不缺乏浪漫与温暖 世上没有天衣无缝的谎言 更没有跨越不了的困难 命运总会在拐角处等待 只是我们从来都不自知 命运改变的开始或许是因为一个眼神 一次旅途 一汪轻弹 最后祝愿屏幕前的你 也能在生活面对困境时遇到那个对的她